那我们的修行 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功夫 不受外面境界干扰 叫功夫 外面境界陷陷 干扰产生的反应是什么 喜怒哀怒哀无欲 这是反应 你受他干扰 这境界陷在你面前 你很喜欢被干扰了 本来心是 心像清水一样 如如不动 你怎么起不动 你其实喜欢了 或者讨厌他 有时候干扰了 喜怒哀怒叫气情 就是你受干扰的时候 肯定起这其中作用 喜怒 爱 悲哀 灵敏他 伤心 怒感到快乐 或者是忧 忧虑 喜怒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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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 只要起这种反应 你就取向之主了 这是什么现象呢 这是六道的现象 所以你有七情五欲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最后那一刹那 念佛往生 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没有七情五欲 你争取了 如果在那一刹那 虽然心里念佛 还有牵挂 你就去不了了 这是念佛人 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念佛人 唯一的目标 就是希望往生 那现在我们对 一切住下 要把它淡化 这个很重要 就是对它的取向 执着越来越淡泊 我们走的时候 真能放下 如果对于这些住相 还很浓厚的 前置 到临终时候 佛不会来 为什么 秦职太重了 秦职是障碍 秦职断了 更佛才有感应 因为 佛来借引 那一念 是清净心 你就去了 那一念是染污的心 就去不了了 这就是 念佛人多 往生人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